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览所有药水的药水研究所界面 新卡牌 新遗物 新药水 平衡性调整 Bug修复和性能改进等等内容 40元是永长后最低价格 有兴趣的玩家建议购入 经典一致三校游戏哈尼泡的制作者 昨天公布续作的首支游戏预告片 续作中玩家将前往一座度假海岛上展开冒险 从哈尼泡2双人约会的复标题中可以得知 本次三校过程中玩家将需要同时攻略两位妹子 你需要在两个妹子之间来回切换 另外续作中还加入了大量新礼物和新的行李功能 一些新角色和前作的角色都会登场 游戏的具体发售之间还未公布 为了纪念黄昏三部曲上架 定炼金工房系列特惠活动在前面开启了 虽然打完折价格还是相当的贵 最新作莱莎的炼金工房 发售后首次折扣新史帝274元 苏菲的炼金工房平史帝57元 菲利斯的炼金工房平史帝94元 莉蒂与斯尔的工作室平史帝209元 还有亚兰德系列的四款日记工房游戏也都是平史帝 系列前三作为豪华DX版 本周Steam还开启了建造类游戏腾卖活动 那是一些非常硬核的建造游戏 比如前几期介绍过的开拓者 禁史帝23元 和深海远航52元 被网易引进国内的泰拉科技 禁史帝53元 开放世界沙河飞行建造游戏 简单飞行 平史帝10元 强化物理碰撞的赛车游戏 BNNG赛车 禁史帝64元 太空科幻类沙河游戏 太空工程师禁史帝49元 充气朋克像素风格的飞艇制造游戏 飞艇征服天空 70元30元 生存冒险游戏 Safety Parsec 国区价格从50元引下为36元 本作是60秒制作团队开发的 太空体采生存游戏 玩法上并没有太大变化 游戏中玩家要在60秒内 尽可能搜寻你能找到的所有物资 箭源 在空间站爆炸之前 奔向逃生飞船 最后呢 就是新闻乐剑的生存环节 只有你有限的物资做出抉择 妥善处理与渐远的关系 确保你能存活的更长久 相似风格的JRPG游戏 橙色的血液 昨天上架商店可加70元 游戏设定在架空历史的20世纪末期 一座漂浮在冲绳岛屋进海域的人工岛屋 玩家需要超乎4位美妹子进行往前 关键的来了 本作是由RPG制作大师开发 平质的像素美术风格算得上是异类了 场景和人物例会都相当的不错 战斗采用传统的回合制式战斗 但由于老周引擎的拖累 游戏本身的增加率很低 优化也不太理想 建议折扣后再共通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访问YXCCG 收买75折充值卡和高折扣CDK的微电和微信